说下一只,在铁市当中,年升第三天 累计升超过三成,今日也是急炒上,希望超过一成 是一只中远海能138 升势真是最夸张的,单日最多的时候升两成多 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近几天大家一直说储油套利,就是套凳的情况 现在油价下来的价格战,在俄罗斯和沙特打价格战 现在的原油,如果说期货的价格,跟现货来说 由低水转为高水,即期货价比现货价高 所以现在市场觉得现价不是那么合理地低 所以接下来可以回升 大行大摩就说,会令市场有什么呢? 更加有意欲,去儲一些油 等待未来油价升的时候赚钱,这个套利的情况在 而草油的动作会令市场对超级运油船的需求提升 但我说回回2014至2016年油价都是跌很多的时候 都支持了一些运油船,而不过牛市在 Stanley 这个草油套利概念是否一个很少生意的机会? 现在千转难逢又来多一次了 对这些混油的公司或草油的公司是否有一个很大理好因素? 我想这里市场似乎突然找到一个 油价急跌的一个投资机会 这方面以往可能都出现过 所以都令到市场对于中原海能的看法 突然间有些改观 你说油价急跌确实是存在一个套利的空间 特别是期货油和现货油之间的差价比较大 因此令到储油的需求大了 从而令到中原海能的超级运油轮的价值是特别高的 所以在这方面来说 对于中原海能来说是一个正面的催化因素 而加上一些研究报告 都是令到特别是今天来说的声势特别强 因为似乎市场对于它过往的表现来说 或者业绩那方面来说 其实都不算有太强的一个看法在这里 反而是今次油价急跌之后 其实就找到一个机会去操作这股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